在澳洲如何选择一家最好的养老金公司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GoMarkets的热门话题部分 我们知道在澳洲所有工作的小伙伴 不管你是自雇还是在公司上班 都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选择一家比较好的养老金公司 我们知道虽然这养老金60岁以后才能拿 但是毫无疑问 它每年回报率即使是差了1% 2% 但是在积累了30年或者40年之后 那就是几十万的差别 因此选择一家表现优异 收费低 又功能齐全的养老金公司 毫无疑问这个事儿就是越早做越好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几种比较好的方法 可以快速地识别一个好的养老金公司 那么如何选择一家表现出色费用低 但是同时又能让你拥有其他额外功能的养老金公司呢 以下的做法就是重要的参考方式 第一 查看澳洲金融审查机构APRA 在2021年所公布的全澳业绩排名前十的养老金 那么在这前十的名单中呢 又分为了两种不同的名单 第一 是默认风险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风险 另外一个呢 就是高风险组别 那么高风险当然就是高回报组别 所以按照这个网站排名 这是政府公布的排名 排名前三的默认中等风险养老金收益率呢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第一 UNI SUPER中的中等风险组合 第二 澳洲联益ECO Retail Superfund中的Balance组合 第三 也就是澳洲联益SUPER MySuper组合 这三个组合分别列了 第一 第二和第三 那么在高风险高收益回报组合中 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第一 HESTA可持续高增长组合 第二 UNI SUPER可持续高增长组合 和第三 UNI SUPER高增长组合 所以查看一个养老金公司 是否在要线前10名的这个名单中 是我们选择养老金公司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就是选择一个尽量可以让自己 有更多自由性功能发挥的养老金公司 怎么说这个意思呢 比如说有一些小伙伴啊 他平时自己也会炒一些股票 也懂得一些投资方式 但是呢 传统的养老金公司 他只是帮你去投 但是并不能让你选择某一家公司 如果要达到这个效果的话呢 通常的小伙伴就需要自己专门花钱 组成一个叫做自营养老金 也就是Self Management Super Fund 但是这个成立费用和每年审计的费用 加起来就是几千澳元的开支 但是在过去的时间中 这个功能呢也在不断的进化 目前很多的养老金公司给你提供了一个 在他们管理之下 可以使用你最多高达80%的养老金 来选择你喜欢的股票 但是又不用花几千块钱去成立自营养老金 也不用每年花一千多澳元去做审计费用 也就是说这个功能 不仅可以帮你每年节省几千澳元的审计费 和相关的成本 但是同时又可以让你实现用自己的养老金来炒股 炒股所得的税收 毫无疑问 与个人所得税相比 那要差别是非常大的 所以应该说 这个功能对于那些希望来自由掌握资金的朋友们来说 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好的功能 所以如果我们要总结以上的发言的话 总结的两点就是 第一 先选择在政府的APRA网站上排名前十的养老金公司 然后如果你想自己自由买卖股票的话 在这前十名公司中 你稍作一些调查 每个公司登录一下网站 查一下他们的主要功能 看一下他们是不是允许让你使用自己的资金去买股票 如果你知道了这两点的话 毫无疑问就可以尽量地避开那些绝大部分的坑 至少你就算什么都不做 你的养老金的收益率 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 也是在澳洲排名前十的 那如果你又稍微懂得一些投资 运气好一点的话 碰到几个股票出现大涨 那么你养老金的收益率 毫无疑问就可以超过绝大部分的小伙伴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给你带来的收益 相信一定是非常深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随时点赞关注和转发 我是Mike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